大家早安 早 今天本人很荣幸、很开心 能够代表AGS 来到我们的现场 除了搬出AUP的查证证书 给到我们SAP之外 同时我很荣幸也参与我们今天的开幕典里 当然作为一个第三方 我们对于SAP在相关的碳盘查或简单方面的努力 我们是可以十分的肯定 尤其是我们有看到了SAP的一些抢项 就如刚刚实际上所提到的 SAP拥有唐大的Database资料库 在现今哪一个企业拥有Database 大概就已经赢了一半 当然在资料库之外 SAP还拥有更强大的是 在我们的亚币的科学基础之下 在开展有关于碳盘这一块的线上的工具 我们也看到了大趋势就是 碳盘的工作从以前的实体 已经转变到现在越来越数位化 到线上滑布 当然这个大趋势在全球都发生 那么SAP看到了机会 而且很快速的抓到这个机会 那么当然我们配预期 在未来 SAP肯定生意是应该是 生意形容深圳日善 当然更重要的是 刚刚这个我们陈总经理的简报实际上特别提到 现在在ESG的运作里面 不再是单打努动 其实要打的是 团体战也就是Ecosystem 生态系这一块 所以从生态系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当然更期待 就是SAP能够作为一个 全球的一个 亚币的一个标杆领头的企业 能够带动其他的企业群们 那么一起朝这个健能检探的这条路 来迈进 能够更积极的达到 我们国家宣告的一个2.5年纪念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当然 我们也看到了 未来的线上查证 因为我们以前 第三方主要是实体查证 现在因为有了这个线上的工具 未来实体改线上 其实在第三方的一个查证 效率上提升了很多 这个当然我们要感觉 SAP这里 能够提供给 AGS更有效率的一个第三方的服务 那么 我再次代表 要AGS攻克我们 SAP取得这样一个 查证的一个 确认的一个症状 那么好的开始 那么希望我们继续一起 一起 一起 来福利